环球网报道记者江慧敏,日韩间关于韩国火控雷达照射日方巡逻机的纠纷,出现了最新进展。 此前一直被日方要求道歉的韩国,于1月2日发表声明,要求日本为实施威胁性的低空飞行,向韩方道歉。 但日本防务副大臣,同日对此予以反驳。 据日本时事通信社1月2日报道,韩国国防部当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巡逻机对正在进行人道救援活动的韩国舰艇,实施威胁性的低空飞行,要求日本道歉。 声明再次强调,韩国为照射火控雷达的主张,并称,日本必须停止歪曲事实的行为。 为此,日本防务副大臣佐藤正久,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称,日本巡逻机的飞行并非危险行为,佐藤称,日方巡逻机在距离韩国驱逐渐500米处的150米高空飞行,符合航空法。 据日媒此前报道,日韩曾就日方主张的火控雷达造势问题,于去年年底举行了防卫部门工作磋商,但双方各执一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双方虽然就继续展开必要的磋商达成一致,但未销定日程。 日本防卫省此前宣布,韩国海军区逐舰,于2018年12月20日,向海上自卫队行逻机,照射了火控雷达。 该省向韩方抗议称,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韩国国防部对此主张称,为对预险朝鲜船只进行搜索,而使用了雷达,并非可以照射海上自卫队行逻机。 28日,日本防卫省公布了相关视频,但韩方认为,视频不能是做客观证据,并强烈反对称,日方公开单方面内容的影响,模糊事实关系。 中国军网北京1月2日电,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2019年将突出政策制度建设改革,为退役军人工作持续发展,提供可靠制度保证,推进政策制度改革,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对退役军人工作政策制度进行整体设计,全新重塑,加跨立法步伐,积极推进退役军人保障法立法工作,适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考案,制定修订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劣势包装条例,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同时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制度,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制度体系,加强政策理论研究,建立退役军人工作政策理论研究专家库,充分发挥外脑作用,为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 法规,提供理论支撑,XVU.PLOS,7,500,21,土耳其中甲部队,在土序边信集结,悬而未觉得叙利亚局势,又出现新的变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月12日,向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下达战书,称土耳其军队将在数日内进军又发拉底河东案,把该地区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手中解救出来,美国对此很快作出回应,要是当前主席美军也在这片区域活动,不能接受土耳其的单边行动,土耳其在续北爆发直接� 冲突的可能性,引发两国新一轮战略博弈,限制库尔德武装,在埃尔多安发出战争号令后,土耳其军队迅速向土序边境集结,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大量坦克,装甲车,刘大炮等中型武器正越往土东南部的基利斯省哈塔伊省边境地区进行部署,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发言人表示,包括叙利亚自由军旗下的哈姆扎军团和阿勒托里带活跃的苏丹穆拉德征服军在内的一,五万名武装人员也将� 参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土军方称,土耳其将铲除盘续在旭北的恐怖组织成员,打击国家分裂势力,土耳其口中的恐怖组织,是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认为,去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及其政治分支,旭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从土地内的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2015年,以人民保护部队为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成立,在旭北部和东部,夺取极端 土耳其曾两次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2016年8月至2017年3月, 土耳其发起代号为六发拉底队排的军事行动,以把积极端组织的名义压缩库尔德武装的势力范围,在世界内获得2000多公里的缓冲区,基本控制巴布地区,削弱了库尔德武装的影响,2018年1月到2018年3月,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发起代号为感染制的军事行动,对人民保护部队进行直接军事打击,将库尔德武装驱逐出阿夫林地区,目前,土耳其已将控制线向东推进到曼比纪,并从北部向库尔德人控制的卡米实 和哈塞克渗透,美土斗而不破,先对土耳其此次成兵的意图,三西人士认为,土耳其是在政治上对美施压,敦促美方履行先险两国达成的协议,今年6月,土耳其达成那笔记录县图,规定人民保护部队撤出那笔记,土耳其军队在该地进行联合行逻,最终在当地设立行政机构,11月,土耳其要求该协议,应在2018年年底前得到充分执行,时至今日,该路县图并未取得实质进展,土耳其的军事行动,透露了 对美国拖延战术的不满,但同时两国仍保持着密切沟通,都表示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和协调,综上,土耳其更多会将军事行动,保持在低烈度层面,大规模越性打击富尔德武装的可能性不大,今日俄罗斯,RT,12月17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乌克兰总统多罗申亨计划于12月底在乌俄边境发动武装挑衅,为此,拉夫罗夫回应称,我们不会和乌克兰开战,拉夫, 在金团真,店,采访时表现,根据我们获得的补充信息,波罗申科计划12月底在克里尼亚边境发动武装挑衅,如果波罗申科在乌俄边境发起挑衅,那么,他将会得到俄罗斯的回应,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界,拉夫罗夫强调,我们不会允许波罗申科侵犯国际法捍卫的克里尼亚居民的权利,与此同时,拉夫罗夫还承诺,我们不会与乌克兰开战,我可以保证,任劫,拉夫罗夫还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正在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避免发生类似的冲突,报道还提到,拉夫罗夫认为,俄罗斯不必切断俄乌之间的关系,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具有更广泛的概念,对我们来说,他比波罗申科在背离所有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条件下掌权的政权重要得多,他说,环球网军事12月20日报道,俄据土耳其阿巴多罗通讯社,12月19日报道,土耳其军队仍在继续向该国与叙利亚交界地区分派兵力,一支装甲部队及军用车� 以再加进安泰普省完成集结,据报道,为加强安全措施,而从土军各部队要派的军事装备,以向边境省邓哈塔尼省出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埃上周表示,土军准备于近日向右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YPG的阵地发起军事行动,美金C130连书记空投训练,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援引日本NPH电视台,12月20日的报道称,数日美金在近日的一次空投演习期间,一副降落伞 日本不愿落入,为日本州岛中部山林县靶场附近的一处工业区,此事件未导致人员伤亡,报道称,驻日美军司令部,周四告知日本防卫省,在美军设备物资空投演习期间,一剧降落伞从C130运输机上掉落,日本防卫省工作人员正在调查有无其他美军物资与降落伞一起被误投入工业区,NHK消息指出,今年4月日本曾发生类似事件,当时,一剧美国降落伞,落入雨村市一所中学,美军司令部在此事件后承诺,将采 取一切措施,确保空投演习的安全性,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网站上报道称,2018年,俄罗斯空天军在俄罗斯边境,发现上千架侦察机,俄罗斯空天军无线变技术部队,一年来发现并护好了98万个飞行器,其中大约有3000架是外国侦察机,一天的时间里,执行机领航了大约5000飞行器,其中一半是外国的飞行器,俄罗斯空天军无线变技术部队指挥关湾格列科班少将强调说,每天有6 7000多名军人,执行法导战斗执行任务,他们参加战斗力情况的定期突发检查,俄罗斯空天军的科班少将认为,检查的这种突袭性,将能客观地评估防空编制各管理站的部队战斗小组的管理能力,评估为他们实施拦截和有条件击败防空导弹部队的战斗航空飞机的瞄准能力。 XVU.PLOS,7500D.21,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9日报道,2018年,俄联邦武装力量,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步骤,俄联邦武装力量,保持世界最强大军队之一称号的关键因素,在于不断接收最新型武器,卫星通讯社排点了本年度俄罗斯国防工业最令人感兴趣的新式武器。 2018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字文章话时,首次宣布研制出名为匕首的高超音速航空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能够以10马克速度时备音速飞行。 他完全有把握突破所有现有的防空和反导系统,将核弹头和常规弹头发射至远达2000千米以内的地方。 普京还向公众展示了几乎没有射程限制的萨尔玛特弹道导弹和动力无人潜航系激光武器系统派列赫维克和先进导弹系统先锋,据了军事专家,国防杂志,主编尼戈尔科尔·科罗勤科,对卫星通讯社称, 一手导弹已经以试验战斗直白状态投入使用,激光武器系统派列赫维克也以同样方式投入使用。 科罗勤科指出,明年将开始交付携带滑翔弹头的先锋导弹,同时还正积极开发重型弹道导弹萨尔玛特,已开始试验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波载东, 它能够在千米深处将大爆量和装量送至敌方海岸附近,目前还无人拥有来结合发现这种武器的工具。 报道称,俄军目前是世界最强军队之一,而且这一评价出自西方政治人士和西方专家之口, 而能使之得出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佳武装力量之一结论的关键因素是新武器的结构,俄罗斯RF-24亚尔斯洲际导弹。 赫罗勤科表示,首先,在战略和力量领域,2018年继续向战略导弹部队批量供应俄罗斯新型固定核移动式固体燃料洲际弹导弹,RF-24亚尔斯, 战略计划更新了部署,这种战略武器系统有把握突破任何反导系统,并且能够携带分导式多单头平台。 这是决定我们战略遏制能力的关键要素。 海上战略和力量方面,正如边新型北风之神级导弹潜艇, 3潜艇装备布拉瓦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该专家指出,2018年,空天防御系统首先通过部队列装F-400和F-300V-4防空导弹系统,得到积极发展。 这些远射程系统,毁伤兵器装配中,增添了射程达400千米的新型远程导弹。 此外,海上部队供应了中程山毛巨M3防空导弹系统, 及这新型短程道2M2防空导弹系统,首次供给了北极版道2M2DT邓河体,以便在北极使用。 俄国防部称,2018年,俄军获得了35种型号新式武器核心式技术装备,还完成了21种型号的国家试验。 2018年,俄武装力量总共接装了超过5000件新式技术装备,俄国防部长邵一鼓称。 由于是在北极不能够还需要您的成长佛系统, 在北极致的流程中,使用它和北极不在北极壁员的区币。 所以,让北极也有从北极的每桁确居所发装可, 在北极右边。 Puerto极是在北极,你会拿到北极了吗?